我就不能安靜的死一死嘛 我配的是一个大反派 戏里头都没有演过 像这样的角色 我朋友都在讲 你确定可以吗 新美都讲 你会很大声骂人吗 你那大声我也不是没看过 没听过 资深艺人陈美凤 日前首度为动画电影配音 在功夫雄帽寺中 演绎大反派角色 变成龙女王 而她在昨天也出席 影城宣传活动 化身电源请职售票 并和幸运粉丝互动 聊到首次配音的感想 她也笑说 连好友都质疑她行不行 当我跟我的朋友讲说 我会来这个配音的时候 他们你确定 然后我说 我配的是一个大反派 你可以吗 你的声音本来讲话 其实声音就不是很文厚的 他说这样人家会 坏断会怕你吗 我说诶 导演教得很好 他带我入戏 星运就讲 你不会很大声骂人吗 你的大声我也不是没看过 没听过 我说 嗯 的确开始真的很压力 但是他应该也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啦 我也期待成品 那梅凤雪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变色龙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性质 变色龙就是他想法非常多 而且他可以让他的表情 瞬间就变得很不一样 就是我戏里头都没有远过像这样的角色 所以他有一点我就说变成很大防派 然后他心也很多称服很深 然后呢有一点我觉得有点萧笑 就是那种来的怎么样 然后情绪超多的 方便示范子 他有一句说 你就不能安静的死一死 我刚才看预告片也不太急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对方反映那个很害怕 你就不能安静的死一死嘛 那个音应该整个就要稍微不一样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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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姐你有参考什么样的角色 参考什么样的角色 参考什么样的角色 参考人物吗 就是在一些朋友 可能他们在讲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些他们个性上的表达 我就看了就会有一些画面 比如说皇太后的话就沙莉姐 他就是很强势 然后讲话的时候就 Key很高很有威严 然后都要讲那人眼人语 然后酸的话 我就会想到潮汐评 你这个丑八怪 丑八怪 丑死了 你全家都丑死了 而保养得意的他 不仅身材不舒年轻女星 竟然更被网友说 撞脸王兴零 他很可爱啊 但我出道比较久 应该不是我像他嘛 那他本来对方很美 他造型我就做的东西 男人会一样 我有说过 我们俩会有点美梦的影像 就是可能我们都很喜欢拍左脸 所以脸当然会这样子 但仔细看他还是不太一样 他那么年轻那么甜美 女后的眼神 你真好爱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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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